香蕉自己拿 中午放飯時間 小朋友拿著餐盤 排隊打菜 看看營養午餐的菜色 除了有綠色蔬菜 還有這一道香味撲鼻的石斑魚 金針石斑保留了鮮味 一咬下口Q嫩彈牙 小朋友吃了好喜歡 就是味道不會很重 跟平常菜色不一樣 就是吃起來不會那麼膽量 因為還有多加菜色 然後這一次我們吃就是一顆 一顆一顆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不一樣 而且它有菜 因為這種很高級的魚 在家裡也失誤太大 只有在學校才不吃 因應中國禁止台灣石斑魚輸入 約束補助1000萬元 讓金融市56間學校 28000名學生 在明年1月前 可以吃到4次的石斑魚 副市長林永發 在教育處長及產發處長的陪同下 特別到深美國小和小朋友來個午餐約會 一起享用石斑魚 為了推廣我們的食材 龍膽石斑魚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也是我們吃魚教育裡面很重要的 剛才也有特別介紹過 在今年我們配合整個偵測 我們讓學生在這個學期 能夠有4次的龍膽石斑的一個家菜 我們希望學生們在吃魚的時候 也能夠了解魚的生態 習性 希望牠們吃得愉快 營養午餐裡面有加一道石斑魚 這個石斑魚相當的營養也健康 我們產發處這邊配合教育處跟學校 跟農委這邊來做接洽 鼓勵我們的小朋友多吃我們在台灣當地產的石斑魚 吃當地吃在地 說讓學生吃石斑魚 盛美國小還透過課程 讓同學們了解石斑魚的特性 把食魚教育融入生活 讓食魚文化深耕校園 我們跟產發處一起合作 從今天開始我們每個學校都可以開始吃石斑魚 從現在到學期結束 我們總共會有吃四次的石斑魚 在吃石斑魚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設計一套菜單 由營養師依照他們的需要 我們搭配料理的方式 然後我們來讓所有的學生能夠享用 另外我們在食慾的部分 也搭配我們這次食材的部分 來一起進行食慾的教育 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做花了一些巧思 那我們透過烤箱的方式 讓魚肉的原味 能夠透過烤箱的方式 讓孩子吃到最美味的魚的料理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每個月孩子在吃石斑魚的時候 我們吃到 不僅是吃到不同樣式的石斑魚 那過程當中也能夠更理解 整個尤其是汽龍環海 怎麼樣去落實我們食魚教育的推動 跟大家能夠珍惜這個環境 選在新洛城學校餐廳舉行午餐約會 同學們吃得津津有味 勝福努力讓營養午餐菜色變得更豐富 要把小朋友養得頭好壯壯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